香肠配上蒜头是不少台湾人最爱的吃法 为此大安区农会最近就和云林县原厂香农会 洗手研发 利用大安在地产销履历的优质猪肉 搭配云林大蒜 研发出蒜味香肠 不但制度喂美 本土蒜头的辛香呛辣 和猪肉鲜甜完美结合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相当对味 一大盘的香肠切片搭配蒜头 是不少台湾人熟悉的好滋味 而大安区农会看准商机 最近就特别和云林县原厂香农会 洗手研发 推出蒜味香肠 要抢攻陶壳味蕾 但我们这次的蒜味香肠 是使用我们大安区农会的产销履厘猪肉 再结合台湾云林的原厂香的蒜头 那我们就是台湾跟台湾做结合 来推出了这个蒜味香肠 那它100公斤的猪肉 我们就加了5公斤的蒜头 所以里面的蒜头是相当的 风味相当的天然 也相当的浓郁 这款蒜味香肠 是利用大安在地产销履厘的优质猪肉 搭配云林出产的高品质大蒜制作而成 不但制作味美 本土蒜头的辛香嗆辣 与猪肉鲜甜更是完美结合 制作过程更是严格把关 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因为农会是跟农民最有利的一个靠山 那原厂香农会对农民非常好 帮他们把关帮他进很多的蒜头 那我们大安农会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拿到非常好的品质的蒜头来做这些蒜味香肠 腔辣的这种蒜头的香气 也比其他地方种出来的还要足够 所以在这个方面 将当我们大安的猪肉的加工品 掺和在一起之后 这个味道一定是跟外面买到的会不太一样 云林县蒜头产量占全国九成以上 是国内重要的蒜头供应区 如今透过大安区农会的农产加工 不仅帮助农民开拓销路 也希望能够抢工年底的伴手礼商机 让在地农产有更多元的发展 记者是我们台中采访报道